- 撐掉了 - 下去了 - 啊 破了 - 其實就是沒有真實 - 沒了 - 沒了 - 什麼東西 - 拿去衝一下就好了 - 沒了 - 那什麼東西 - 迷藏 - 知道我加錯了 - 這包芝麻 - 洗白 - 哈哈 - 怎麼不會畫 - 怎麼林鼓寶某個點了 - 要打殭屍 - 對對對對對 - 那個水道還是 - 輕鬆 - 可是要慢一點 - 可是要慢一點 因為慢一點 引擎會吃水喔 對 要慢一點 東西應該丟後面吧 這邊丟 這邊丟 菜 一顆高麗菜還沒吃完的 晚上可以煮那個羊肉乳 哇幹 你知道我過年才吃羊肉乳而已 2023春節連假的最後兩天 在CP層跟居先生的邀請之下 體驗了人生第一次的野外露營 還好是年假的尾聲 一路往南到蘇澳的路上都沒遇到賽車 在正式脫離文明世界之前 先到全聯買好這兩天的食材 再加上過年期間年年有餘的傳統之下 多出來的一些菜跟肉 相信即便是在野外 也應該可以吃得不錯吧 請問一下 有餘餘的雞蛋 雞蛋沒貨了 都沒有了 沒貨了 好喔 有培根了 有培根啊 有 拍培根下面 對啊 它就有培根啊 幹 我要想買 好好好 任性 從蘇澳新站對面的小路轉個彎 繼續往裡面深入 前往預計紮營的無老坑領道 路上還會先經過每年舉辦 綠色博覽會的無老坑風景區 明年是要搭雨嬌飛車是不是 那是搭雨嬌 對 你可以騎 輕易的300 300 看會不會吃水 一群人算是騎車認識的 但是自從CP層買了Gymie之後 CBR500R就像是被拋棄一樣 看到自己的板上 也幾乎都是開著Gymie四處兜風的動態 結果這趟行程就變成只有G先生騎車了 開車當然也是有開車的吼 特別是當有人突發奇想 要跑一些高難度的路線 GIN這太硬了吧 GIN這阿就跟同阿一樣啊 GIN這阿就跟同阿一樣啊 GIN我不是騎在下面的路嗎 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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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也不見了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 它裡面就是很像真的還有那採礦的礦石 看就知道了 讓我看看 到吳老坑的時間也才不過中午11點而已 我們決定繼續沿著林道上鎖 吳老坑林道是順著東吳老坑溪開闢 除了剛進來的路段是走在比較山藥的位置 接下來幾乎都是在河床邊 甚至還會跨過溪流好幾次 他想要你騎這一條 不要啦,我的鞋子要撕掉了 OK的 回去再玩啦 那橋很恐怖 很恐怖啊 超恐怖的,超晃的 每一處要過河的地方 旁邊都會有吊橋可以跨越 應該是考量宜蘭多餘的氣候 專門讓機車在水深的時候使用的 寬度也完全沒辦法讓汽車通行 左邊還有一個 你不要看他講啦,讓他自己過溪啊對不對 讓他直接過來是不是 對啊 他應該沒想到有這麼多台水平在等著他 等一下,阿仁咧 不見了 剛剛突然沒聲音想說 我幹是不是倒掉了 欸,搞不好喔 沒有啦 我剛剛又聽到那個吹油的聲音 應該是嗎 倒掉是流量密碼 倒掉趕快 衝過去拍 去看一下 上不來喔 對啊 太重了 越滑越低耶 然後他沒辦法過去啊 蛤 過不去了啦 喔 然後開 我剛才在那邊差點轉倒 啊,開放成步啦 幹,不要 好,坐我的車啦 我後面清空 不用啦 我在這裡等你們 還有很久喔 沒關係 還有很久 他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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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車了啦 結果我們沒有 沒辦法等到 人拍 過這座橋 拍不到照片了 欸,你上去是不是有放早餐的垃圾 欸,好像飛掉 對,打到我車 我們公營局先是上車 昌美,你不行啊 你在這裡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回來找你 好可憐的昌美喔 這超生耶 哎唷,半顆輪胎而已 你半顆 我已經不見了 好,贏了整顆輪胎 他剛才說 覺得那個礦場是什麼 踩金踩銀的 踩銅的 對啊 那都是水泥啊 沒有啊,我想說 水泥 你這樣子跑 踩銀踩銀的,你要去九份啊 哈哈 他跑那麼裡面 這麼深山 為了踩銀 好像不騎水泥 很騰 很騰 沒有小看水泥 台灣的水泥出口 量超大的 對啊 台灣水泥還有出口 有,台灣水泥很多 出口超多的 有幾乎七成都是出口 那是喔 都挖台灣的山 然後賣到國外去 你不曉得 那剛才在那邊說 為什麼 明明就有那種 比較好挖的山 為什麼要跑那麼深色的山來挖 因為這裡才有石灰岩啊 水泥的成分是石灰岩啊 啊 花蓮那裡應該 花蓮也有啊 花蓮也啊 這邊都是啊 有沒有看到我們最近騎的 這些林道都是 那個水泥礦場 上面還有那個 懶車的發送站 阿有沒有在挖 應該是有啦 不然懶車 應該都拆掉了 欸如果沒有在挖 懶車還刮在那邊 哪一天掉下來 算誰的 很痠 自認同 它這個就是為了防懶車 它上面的落石掉下來 懶車經過的路線 可是 剛剛想這個 到底真的能夠擋嗎 它那個最好能擋住 它那個 擋得住 擋得住嗎 你沒有看前後面跟後面都是它擋住的 不是啊 反面這個都是擋 又是幹我的手機又掉下去了 又是幹我的手機又掉下去了 沒有為什麼我的手機開始掉啦 沒有 你仔細看 等一下這次真的掉到後面 沒關係 沒有你仔細看 它已經破好幾個洞了 它根本沒有擋住 它根本不在乎你啊 因為這隻手他們自己用而已啊 對不對 它開那個大型車掉下來也砸不死啊 還要我們騎車一砸就死了 對不對 就像我剛才騎地川的巧克風 它的鋼索斷了一大堆 我想說幹這怎麼幹 剛才吃的還沒斷 跨過頭上的纜車 則是這條鄰道 直到今天都還保持著暢通的最主要原因 原本屬於林霧局管轄的山頭 在發現豐富的石灰岩之後 分租給水泥業者進駐 除了終點的信大水泥之外 同座山的另外一側還有台泥 再利用纜車把採集到的石灰岩送下山加工 不覺得這裡很像什麼廢墟 就是很像那種打怪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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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古堡某個點 要打殭屍啊 對對對 一個儲存點 我們要進去解任務打殭屍 到底啦 畢業 這個沒鑽 我們 不是要打怪嗎 怎麼沒有打怪 撞破啊 遊戲 遊戲不是都撞破是不是 對啊 可是我不要 哈哈哈哈 這瀑布海真的還不錯耶 剛剛右邊那個樓梯是可以走到哪 右邊那個樓梯 我不曉得耶 不要通通耶 想清楚耶 幹在晃耶 他在晃喔 他幹下面那一階會晃 啊怎麼不上去了 你想要他的機遇是不是 哈哈哈哈 沒有啊 他繼承人又不是我 突然想到這個車不會沒有嚇死 沒有我們都可以看 我們都會開車啊 對啊 我們兩個都會開啊 我還是可以幫我插飛機下去 記得幫你看一下 對啊 太正耶 為什麼是蓋在半身 就是蓋在山腰上啊 沒有他是蓋在懸崖上 對啊 很恐怖耶 他應該要學雅尼啊 就是把上面挖成那個去水池 這樣子 他應該還沒有挖到那麼多 機具可以放在比較安全的位置 要不要開開開 你敢給我開 可以啊可以啊 快快快 先游一下 啊等一下要過盒之前先停下來打N檔 啊 其實4WD 啊 好 不好意思你現在怎麼會 對現在這 好反正就是先進N檔嘛 然後長按4WD 那一個 中間那一個 長按然後長按到他很亮 長按到很亮 好 可以什麼樣 好 那邊可以 對打低檔光都會走 這個水都還是輕鬆 可是要慢一點 要慢一點 不然引擎會吃水喔 要慢一點要慢一點 OKOK這邊就 這邊站 OK好就這樣 後面沒位置 雙音車 雙音車 雙音車123123 嘿我們現在呢 人在無保坑溪 引到齁 那今天有CP層還有企鵝 然後我今天騎車啦 今天就來簡單的先介紹一下 國中怎麼固定 然後還會帶門 鵝鵝鵝鵝鵝 你要暴龍 兵銀針 可以 沒關係 在G先生拍片 介紹他的收納跟固定方法的同時 CP層已經開始架起營帳 我的上一次露營已經是國中的格速露營 那也是一段超過十年的記憶 早已經對於細節沒什麼印象 而且還是在有完善管理的露營區內 跟這種實際到野外 找一塊地 就開始搭帳篷紮營 就算國中時的記憶還留存著 應該也有不小的差別 這個是 這是晚上的客廳 彈立床 沒有這客廳叫立床 沒有我要把它叫彈立床 不要像彈立床 一堂三次都斷掉了 我沒那麼處理 不要鬧了啦 七年就這樣會有報應 你知道有一些樹啊 就是森林裡面 然後它是要定期的樹 不要講幹話 才不會森林大火 對 我現在就在做這些樹 大家就要放火 不要 這裡的樹木已經很梳了 不能再梳了 我們把銀杖固定在輪胎上面 從我這個角度拍起來 超像沒有穿衣服 然後所以要拿一塊布遮起來的 敲下去的時候 我們也要搭配那個Minecraft的音效 さんに кi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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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 鐵桁 Kinkink是敲試敲金屬的那個声音 這才是賣塊的斧頭音效 換這個 換這個 這個 它變成時鐘鍵 已經時鐘鍵了 前面講到的書法真的就算了 我們帶到現場的簡易小斧頭 還需要靠石頭當鎚子來施力 至於劈這塊漂流木劈到閃道窯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這感覺快睡著了 沒有 我等他活起來 我要烤箱場 你如果是沒有正常 沒啦 沒啦 什麼東西 你衝一下就好了 那什麼東西 米腸 還好我有錄到 放鬆事故 我怕他自己有沒有錄到 居先生的好手藝 就在我們又扎贏又劈財 肚子準備叫個不停的同時 已經做出豐盛的料理了 回想起上一次這樣在野外煮飯 是大學的時候跟同學還有教授去爬雪山 當時身上都背著30、50公升大的登山包 裡頭還要裝衣物跟睡袋 當然也就不可能帶什麼複雜的廚具 三天幾乎都是簡單的乾糧 或者是水餃泡麵 這類處理起來比較簡單的食物 更不要說什麼桌子椅子 這種把野外當成是自己家裡的陳設 我們今天拍營火晚餐 看起來很浪漫 浪漫有屁用耶 三個男 哎呀 你要假裝在弄那個爐子 對... 每個都在裝 對... 誰的話都沒有錄進去 我會有在錄啊 我們每個人假裝在做一件事 我想要整個直接丟下去嗎 屁啦 不行啦 夜片要撥啦 夜片要撥啦 可撥喔 整顆這樣撥下去嗎 整顆這樣撥下去 整顆這樣撥下去 好可怕 你會毀了晚餐 對啊 等一下等一下 不會啦 我們晚餐還有你那一旁 那一旁 不要啦 我要姜牡羊 哈哈哈哈 星期六的晚上 剛好也是頻道影片首播的時間 所以出現一個人顧著看電腦 另外兩個人忙著煮飯的頹廢畫面 而且上架的影片還剛好是騎小車上武� 螢幕裡面是吃烤雞的畫面 螢幕外面的則是薑母鴨 這算是某類型的跨時空兩角動物餐桌相見嗎 照家錯了這包芝麻 怎麼不會畫 等一下你先骰 我先骰 什麼意思 喔喔喔 骰到六 骰到六 那個飛機才會出去 骰到六飛機才會出去 對 用這個再修理 出來假裝要捲這根根本捲不起來 會直接看到後面有一個人在拿帳篷桌子 那個不會空然後結果後面還有一個人在搬帳篷 看看我們 專業的Youtuber 假扮Youtuber 明明呢 我們扎贏的地方就是在後面的樹林裡面 結果剛才 拍到後面帳 對特地 把車子跟帳篷 一起 騎到河邊 可是如果細看那個帳篷呢 後面就會發現 這下面全部都是灰燼 我們的搬家大名回來了 這種帳篷的好處就是這樣 可以搬在搬地板上 今年春節剛好遇到寒流 早上當然還是免不了繼續劈柴 還要撿樹枝才夠取暖用 破了 沒想到木頭還沒劈斷 石頭就先碎了 這樣應該算是從 乙枝用火 到新石器時代 野外露營也可以體驗到 人類聞名的進化 那種真正的 那種美食節目照片 不是要這樣子嗎 蛋要擺在旁邊 蛋的鏡頭 對對對 還沒還沒還沒 可以可以 請開始你的表演 很難下去很難下去 吃完優雅的早午餐 開始慢慢的把裝備收起來 原本還以為 裝備要折疊收納什麼的 應該會花比較久的時間 不過整體速度反而比 扎銀石還要快上不少 可能是前一天天氣太冷 還要仔細思考怎麼擺設 才比較好防風 總之我們的無痕山林 應該落實的蠻徹底的 一切恢復原樣 跟待了一天的 吳老坑溪領道 說再見 好了 哇就這樣拜拜了 還以為他要跟我們說什麼 離別的 就只有拜拜兩個字而已 好難過喔 清楚 明瞭簡單 謝謝 謝謝 到時候如果有人問說這個聲音是什麼聲音 我就說是打炮的聲音 沒有人說CP層在綁屁 他腸胃不好 可以 那就把這一段我們都要剪進去 哈哈哈哈 沒有啊 所以你有什麼魚 裡面有蛤蟆 有蛤蟆那要不要採來吃 你可以等一下去吃 我有家味 有家味 有蛤蟆那要不要採碎 有蛤蟆那要不要採碎 你也不要採碎 你們在一起